詞曲 李宗盛 曉飛 嘉賓 李宗盛 稍微等一下 完全沒有畫面 好像從前兩天開始 社交距離OK 就先拿下口罩了 那就先拿下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互動 大家可能在網路上也有看過其他的演講 就是沒有特定的健康 但是靠大家掃這個環控 然後問我問題 那剛剛在路上就已經看到 有兩個問題已經PO上去了 所以就是大家都非常的主動 然後竟然有一個問我 要不要考慮從政 我已經從政五年以上 整個有點LAG的一個問題 沒關係 就是不管是什麼時間點都可以 都可以歡迎 就是不需進場的朋友 掃QR Code 那掃不到的話 就手動輸入slido.com 然後輸入11040 也是一樣的 那在這個空間裡面 當然 主要的兩個特色 一定是匿名的 匿名就是想到什麼就可以問 但兩個的話 想起碼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這是主要的好處 那另外一個就是可以按讚 按讚的數量越多 它會自動的跑到上面 然後前三名的問題 會跑在這個螢幕上面 那最新的問題 會跑在右下角 那有的時候 最新問題那邊 會自己開始聊起來 就跟彈幕一樣 那也是屬於正常能量釋放 不要特別去換它 那但是如果有一些追問的話 我看到也會立刻回答 那我們有看到說 然後桌上有數位麥克風 然後幾個麥克風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舉手的話 應該就可以記緊 那麥克風跟我對話 那舉手的有限選項 是包括slido上面投票的有限選項 還有人不收據 都有priority 那果然就很快 那麥克風就開始 本來可以去 祝在場 今天生意的同學生意 拜拜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那中間大概 一小時 四十分鐘左右 是不休息 那最後會留個十幾分鐘 最後的時間 如果有人要就是 拍照簽名簽書 什麽之類的話 有那個 就是十分鐘 這個時間可以做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那有五位朋友問說 咦 眾人會不會有這個 情緒起伏 那上次生氣呢 是因爲什麽呢 其實都很多 就是好比想說 我今天早上 才因為 就是在視訊會議的時候 瀏覽器開那個 我的就是OBS 就是 即時串流 那會刪那個綠墨啊 那我就覺得有點生氣 因爲這個 視訊品質不好 那但是這種生氣 都是期許大概 兩三分鐘 因爲 我立刻就解決這個問題嘛 切換到Five Fox 然後我重新設定一下 的環境 然後就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 我覺得 我的特色就是說 不會生氣很久 大概也有生氣的感覺 立刻就把它轉化成 某種我可以 獨置 這種不舒服的狀況 再次發生 或重複發生的這個事情 那 一旦就是有具體的事情可以做 那當然也就不生氣了 所以 大概就是我處理生氣的方法 因爲才今天早上的事情 所以記得還蠻清楚的 好 那 既然有五個人生日 那 我們就一次祝五個人生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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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有七位朋友問說 大學四年應該配合什麼樣子的能力 這個問我就問錯了 因爲我連高中都沒有念過 我怎麼會知道 大學四年要配合什麼樣子的能力 但是 我會建議 就是我們現在 大家 就是要配合一個能力 不是特定的能力 而是隨時配合新的能力的能力 那這個配合新的能力的能力 它是建立在兩件事情上 一個就是 保持好奇心 沒有 沒有遭到的問題 沒有壞的問題 那就像slido這邊 反正是一個安全的空間 你不會說好像 舉手紋的問題 這個 沒有人關心 好像真的沒關心 就算是連 祝你生日快樂 你可能有五個人跟你同事生日 所以 就是一個 隨時都可以在線上 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的一個社會 那 在以前跟能力關心的題目很冷門 以外 一個人只有一個人關心 可是 現在也是全台灣就是兩千多人 會關心這個題目 所以 在線上找到這種關心套題目的 社群的朋友 然後 即時的去把大家共同的目標 建立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 培養新的能力 就不是一個 好像你自己要承擔全部責任的事情 而是跟與共同無有共同興趣的人 一起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培養我們的能力就是 就是畫憤怒為共創的力量吧 就是有點像 我今天早上看到那個 就是畫面開始閃綠色線條的時候 那到哪裡 不是說 好像就是開始打成自己 也開始自己不舒服 也不是說 project到別人身上去 怪那個設備 怪那個廠商等等 而且立刻就想到說 欸有哪些社群的朋友 碰到這種事情 我知道稍微問一下他們 那麼立刻就可以 跟我們一起想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是累積這樣子 一種正向的 然後共同創造的一種人際關係 大概市場 所以不是個人的能力 是互動啊 共耗啊等等能力 有 剛剛對我們問說 大學生的資本都不夠大 是不是建議令無投資 這個問我就問對了 因為我是四歲中初之後 我是跑去創業 其實並沒有 並沒有當 就是累積心血 然後投資那樣子的工作過 所以我創業的時候 基本上用的也不是自己的錢 是說服這個所有的投資者 所以這件事情值得做 那值得做就包含說 他現在 就算你投資一點真的虧了 這也是付學費 因為這種技術以後 總是用得到的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說 因為是open source 是開放人士 他可以創造 就是對整個社會正面的效益 即使他暫時 沒有辦法在目前找到 這個經濟模型 所以我創業也是創造 大概的一次四次吧 投資人才真的拿的會錢 前面都是 就是不是燒掉 就是金字等等的狀況 那但是 投資人都對我很好 就是因為每次走轉的時候 有很確定的主軸 就是社會公益的主軸 那所以每次轉的時候 我就告訴投資人 你看我幫你省很多錢 因為我只少了可能百分之四 就證明說 就是這個做法不行 那你還省不了 就是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那所以你越快的 跟你的投資人溝通 你交轉的速度越快 你的車主軸越穩定 那他就越容易繼續去支持你 第二門第三門第四門 去做新的投資的這種題目 所以我的具體建議不是說 你現在拿你自己的錢去做別的投資 而是翻過來 按著投資的題目 然後去試著募資 那如果一開始跟天使 投資人等等 這個討論 缺乏經驗等等 那也可以試試看去做募資 反正 不管有募到沒有募到 都 不是你的錢嗎 所以你知道 就是給的書交代 那這個 又確立這個主軸 然後 之後轉轉的時候 每次都建立在前面 不管成功還是 失敗的經驗上面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一下子就可以去想到 就是共創的這種可能性 而不是說好像都只有自己的多少錢 可以補足幾分事情 這樣子的感覺 那 雖然沒有證明我回到這個問題 只是我想到 投資 大概就是想到這些事情 好 那有18位朋友們問說 新管系大學畢業 到底要怎麼樣子活下去 我不想就是有空氣 陽光 水 碳水化合化 這個 蛋白質 應該充足的睡眠等等 應該就可以活得下去 沒有辦法 我的意思是說 特定的科系 其實它只是說 你有過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有過 做一些專題的經驗 有過 學一些知識的經驗 等等 但不要讓它變成 好像一個標籤定義 你說 就只能做 怎麼樣子的工作 或者只能到 怎麼樣子的 就是公司或者團體 做事上班等等 因為我們現在 大概實際在工作的時候 都是要運用各種不同 跨領域的方法 來解決問題 所以你在新管系 所以我覺得不要被 基本系三個四定義住 而是說 你在這段時間裡面 認識了怎麼樣的朋友 掌握了怎麼樣 解決問題的方法 有過怎麼樣的 portfolio 所以 還好我不會說 我是一個工程師 我只會說 我會 這個程式 我會那個語言 我也不會說 我是一個設計師 我也說 我有掌握過這些設計師 這個方法 我也有協助過那些 互動空間設計等等 這就是以你的經驗 而且是一個 別人共創的經驗 來領域自己 而不是說 以一個特定的 label 來領域自己 那這樣子的話 我想不但活下去 是會變得比較容易 而且就是 組隊打怪 就是找到 不是各自的經驗 結合在一起 更適合處理一個 結構性的問題 那這樣的討論 也更有意義 那因為我自己是 從來沒有在 背面試的那一邊 都是在 面試人的那一邊 那我自己做 面試人那一邊的 HR 就是你的 portfolio 越清楚 那你越 把自己形容成一個 就是 不是特定的標籤 而是很多的 經驗的 重疊的這樣子的 portfolio 那我在 就是做HR的時候 我就越知道說 到底適合 還是不適合 那適合的話 至少是會有 culture fit 就是你依賴 我就比較知道說 你要放在 團隊的那一個位置裡 那如果只是很抽象的說 我是大學畢業生 我是某某大學奇管系等等 那這個對於 HR來講 其實是 不是很充足的資訊 或許可以從 這樣的角度來想一下 那有17位朋友問說 學程式設計 是不是對文科生有幫助 當然是有幫助 而且你不用想說 程式設計 一定是學一套 不同的程式語言 舉例來講 像如果 你會用試算表 那你會按一個等語 A1加B1的這種 就是在試算表 另外兩個格子 加在一起 然後存放到另外一個格子去 那這也是韓書式的程式設計 它實際上就是程式設計 那只要它每天可以 因為就是你學 一點點裝程式設計 幫你省去 手動整理資料的很多功夫的話 那你省下的那個時間 又可以再去學一些 新的程式的路法 然後再幫自己 省更多的時間 它並不是一門 好像類似第二外部語 那種東西 就是你要先學它的文法 先學它的詞文量 這個考試要考一百分 它實際上是比較像是 一些小工具的集合 然後重點還是 你本來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在這個中間 你會發現 你一直在做一些很容易 很重複的 做起來就覺得自己 好像工具園 或人形工具的一些事情的話 那總是可以學 剛剛好那麼多的程式 然後把這部動畫 然後我覺得這個 才是比較 就是可以省自己的時間的態度 我們來看看 這個麥克風會比較 呃 喂喂喂 好像差不多一樣糟 但是沒關係 至少是比較 比較沒有突然沒電的問題 那像剛剛如果 就是有注意的話 會有稍微這個 省切了大概0.2秒鐘 就是麥克風 好像端天的時候 但是立刻就把它轉化成 比較正面的行動 對 好那有二十位朋友說 這個 是不是我被強迫 去拍那個烏碑圈的廣告 還是是自願 呃 本來自願呢 是另外一個腳本 那關於什麼腦控啊 什麼洗鍋紙啊 什麼的腳本 那本來都已經看過 都已經準備好 那然後就臨時那一天 就是找來那個導演說 他就這個梗很老 去年已經用過了 這個已經不會 就沒有那麼鏘了 所以他們就想一個更鏘的 那 對 那那所以就在 原本沒有什麼時間後製 好像只有48小時 左右的情況之下 就 就臨時拍了那個 臭漢的腳本 不過我當然一向都很願意 就是幫 其他人吸收風險 所以我絕對不會在這邊說是誰拍的導演是誰 團隊是誰是什麼名字 等等 那但是就是 反正就這樣子嘛 那在之後我想就是 如果沒有那麼趕 多一些後製的時間 那可能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那不過因為我們都是 就是CC修圈嘛 開放廣創 所以後來也有看到有一些 其他的朋友拿這個梗 然後自己去跳舞 然後自己去二創 那我也覺得說 那像那樣子 就是二創三創 無形之中 也把它變成一種 秘密吧 就是所謂的這個 靠片 對不對 就是cult movie 就是他爛到這個 到最後也不錯的那種感覺 也有他自己的following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一旦有二創 一旦節省了二創的成本 我覺得也算是 某一種成功 所以那一部分 我實際抱著欣賞的狀態度 但是確實就是 求恨交分 然後吃的時間少很多 然後確實是這樣 好 那有十八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可不可以請我一分鐘 自我介紹 其實不需要一分鐘 可能這個六秒鐘就好 我通常就是說 這個我是Audrey Thomas Digital Minister in charge of social innovation use engagement and open government 就這樣 所以是行政委書會長 你負責 青年參與開放政府 跟社會創新的事務 大概這樣 應該也沒有到十秒鐘 有十四位朋友們問說 怎麼樣看疫苗預約的制度 以及面對疫苗接種的時候 中央跟地方的權責分配 非常好一個問題 疫苗接種 我是沒有辦法 泛泛而論 因為最主要的還是 這次的COVID-19的疫苗 跟別的疫苗都不一樣 大概兩個最大的不一樣的點 第一個是說 它的需求是本來從幾乎完全沒有需求 我四月中自己去打的時候 旁邊的青銅號都建議我去打 那當時我還是自費去打的 因為公費的 根本沒有人肯打 所以多了一堆疫苗 然後我想要說服他們的時候 他們都說 好了好了 你們再說之類 所以就是在四月中的時候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需求的狀況 那當然到五月就是疫情一爆發 突然之間需求變得非常多 但是因為當時就在國際的那些就是談判桌上面 我們都已經說 就是我們有點打不完的這個情況 所以你現在只要調到那麼多 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Anyway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突然之間需求高的情況 就產生一個效應 這個效應是什麼 就是它像是一個燙手山魚一樣 如果中央收到疫苗 然後甚至還在否定檢驗的時候 沒有已經講好要怎麼樣發下去 那中央就保密一定被罵 那但是中央一發下去 到了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如果沒有 一下子就把它鋪到接種點或者診所 放在縣市政府的冰箱的話 那衛生區一定被罵 但是它鋪下去呢 如果像當時是會按照年齡 就是幾歲到幾歲 那它的年齡如果一下子下降很多 那就是旁邊的縣市都被吸引過來 那其實它沒有那麼多疫苗 那這個它一定被接種點罵 因為會有人鋪空 但是如果它的年齡下修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就它很保守 它覺得我有多少 就下手多少 它相當比較保守的情況 那一方面就是它的縣市的人 會覺得隔壁的 欸怎麼就是可以打得到 那我這邊反而打不到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它 就是這樣子一個禮拜之後 真的會升一些 在一個升級的冰箱 所以它也累了 所以就是說就是說 基本上是一個不會贏的一個賽局 就是每一個level都可以 就是一定微火就是趕快發下去 那但是趕快發下去之後 其實它的risk還是一樣的 因為它不知道實際上 到底會有多少人來吧 所以當時為什麼會做這樣子一個 就是中央的全國性的反應大家的實際意願的系統 就是希望說我們不要再這樣子一種 好好聯合的一定微火賽局裡面去玩 我們應該是說它如果提供的量能足夠的話 那剛好有多少人有需求 我們就配剛好多少針疫苗 那它的量能如果不足夠的話 那我們就提早能夠告訴旁邊的人說 那你下個禮拜可能就要跨區去打 新北市到台北市 或台北市到新北市這樣子 那當然不是說完全沒有人配吧 但是總之就是這個緊張的程度 我覺得比起有這個系統之前 確實是少了很多 因為它至少是有可預測性 所以這裡面有三個部分嘛 就是中央是就是從國外拿到疫苗 那在地方的狀況是它要準備量能 那在民眾的情況是要充分的表達 自己的疫苗接種的意願 那在當時為什麼就是一歲一歲開下來 開得那麼慢在我們系統之前 就是因為每一歲開下來的時候 我們都要假設那一個年齡層的人 所有人都去打 但是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有的時候八成 有的時候七成 有的時候九成 那這也沒有辦法實現的指導 所以才多了就是意願調查的這一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透過把social preference 就是把每一個人他的偏好 那現在其實只有開放資料 就是沒有無算會公開說 每個年齡層在每一個縣市 他對每一種疫苗他的偏好是怎麼樣 那在以前是完全就是每個人自己的 自己知道的事情 但是因為有一套系統 就透過開放資料的方式 把它完全公布出來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social object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來討論的事情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如果你居住在一個地方 戶籍在另外一個地方 工作在第三個地方 由你來挑說 你要歸屋到哪一個縣市去 那這樣子每一個縣市 它會分到幾劑疫苗 其實就不是用猜的 而是量科學的 就是取它的量能 跟有意願到那邊的人 跟實際有可能配發到 它那邊的疫苗的年齡的總量 這三個裡面的就是最小值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也因為那樣的關係 當時我一個一個跟 就是每一個縣市首長 或他們的團隊 這樣子討論的時候 那部分黨派大家都覺得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social preference 甚至是一個market 對這樣一個感覺 因為你如果鬥勾 你會不想知道達到 所以是一個類似市場的這種機制 那就勝去了 就是大家的負擔 所以我覺得這是market design 或magazine design 真的可以有所貢獻的地方 並不是說它一定要為了速度犧牲公平 或為了公平犧牲速度 而是事前讓大家的偏好 能夠公開的情況下 速度跟公平性是可以兼具的 那當然在這樣子的就是基督下來 大家都就是蠻習慣這樣子的做法 那我也覺得就是很非常感謝 就是每個縣市政府 願意就是持續去開出那麼多的量能 那有24位朋友們問說 我覺得對北大的印象是什麼 我不猜剛進來26分鐘 真的有需要忘忘這個嗎 不過比起其他的演講的場地 或者是忘錄的速度的話 這個顯然頻寬沒有問題 同一切狀況很好 大家也沒有說像有些地方 這個在大會堂裡面 收尋不良的狀況 slidal運作非常的順利 除了麥克風無線收音可以更好一點之外 而且好像其他燈光好奇增加 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有3位朋友們問說 我會有沒有辦法利用AI 來計算出今年的NBA多冠是誰 當然是沒有辦法 又不是水晶球 不是這樣子用的 當然可以去寫一些做法去試算 但是在關於這個球隊 或者這個打球的人 他的訊息是 就是不是全部都可量化 而且是一致性而來源的時候 其實有的時候 所謂的prediction market 就是不是透過既有的資料 或者會貴的資料分析 而是透過大家對於未來的那種想像 然後以及願意讀在這個想像上面 多少錢等等這些做法 就是crowdsourcing 使用群眾的智慧 而不是人工的智慧 在這種題目上面其實是比較適用的 那人工智慧在這種題目上面 就變成assistive 所以他只是輔助我們更容易的去運用群眾的智慧而已 那這種題目大概不一定那麼適合 就是純粹用既有的資料的那種激起學習 有24位朋友們說 這個想知道正偉的一天 這個很好的問題 我像今天的話 我大概都是早上7點鐘起床 我每天的工作時間大概都是早上7點到晚上7點 就剛好12個小時 然後7點到9點是留給就是南美北美的那個市區的外交的視訊使用 那5點到7點 那8晚是留給就是歐洲和非洲的外交使用 所以每天都是就是time traveling time zone traveling 就是失去旅行的這個情況 不過因為今天剛好沒有歐洲和非洲的事情 所以我就來這邊就可以跟大家實體的分享 那但是主要的就是早上9點到晚上5點 有大部分的會議都是實體的 所以像在行政院的院會 早上9點半或者是科技會有辦公室的會議 12點20 那那個都是實體區 但是在會議跟會議之間 那我就是通常都是在車上 或者是在圓端 或者是在巡迴圈台灣 那疫情比較嚴峻的時候不用巡迴了 那但是現在就是包含在學校演講 巡迴等等 都就是持續一下 我昨天才去屏東 那所以我大部分的工作其實都是在高鐵 或者是台鐵上面完成 那我想昨天就是下高雄的高鐵上面 那還完成了這個簡報啊 訪問啊什麼之類的 那也很意外的發現說 現在物具在高鐵上真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至少就是對方的影響一直都蠻清楚 然後可以很順利的用語音完成這個訪問 那當然就麥克風就必須要就是貼在這個喉嚨上面 不然講話就會吵到前面後面的乘客 但是即使是在這種就是收齡環境 不是這樣的情況 也還是可以完成大部分的院區的工作 所以網路替代馬路這件事情 因為我當時加入系經驗的時候 就是說除了院會啊去理髮院備訊呢 這種例行的會議我任會到之外 其他都是遠端啊 那所以如果你不是透過E-mail或電子公文找我的話 你哪個值班公文叫我簽呢 那可能一個禮拜我才會看到一次 那當我這樣子講那當然大家都沒有辦法 就才遭用社會專情對不對 所以就原本補的很多的這種事務性的工作 大概都已經改成遠端的系統了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去年紀念 就是疫情的事件 不需要花什麼時間都做好了這樣子的轉換 那大概就是因為我規劃的都是一半小時 不被打斷做為我的事件的結構 但是我空間上面在哪裡 在快速移動的高鐵上 或在台鐵上等等 那個就都沒有什麼關係喔 希望又回答這個問題 有二四位朋友問說 五倍券喔 打算怎麼花喔 好像已經花的差不多了 已經花了四千多了 沒有我們要在這邊開那個 我的存餘兒的意思 但是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花了 因為我是數位綁定啦 然後是台灣Pay 然後發現台灣Pay 至少可能因為我幫的是兼容卡 所以還比較好用嘛 就是在主要的電商都可以使用 所以因為我平常都是電商消費的習慣 所以絕大部分都是在電商 那它會有五倍券專區 然後結帳的時候選台灣Pay 掃一下QR Code 那就可以直接結帳 所以絕大部分都是在 就是五倍券的所謂什麼小農啊 在地設計啊 等等這些專區去買上面的這些題目 然後我沒有抽中啊 然後這個 我前四週都沒有抽中啊 國家級的邊緣人 那明天會不會衝地方創生圈 但是沒有衝就 Anyway 好 那所以我最後剩 好像快一千塊吧 七百塊 那大概就會去 這個抽象圈的地下勞動部 其實有一個隱藏版加碼券 就是大家可能有聽過巴拉部 會加碼券的 大家都沒有聽過勞動部的 勞動部有一個叫做 這個何康豬肉食 五倍券加碼 免籌籌 然後勞動部有這些 弱勢的店家消費 那其實現場就會加碼 百分之五十喔 成為一連五倍的購物金 聽起來就很不錯 那但是就是裡面的九成都只能 接受資本 所以我就是有趣問他們說 那豬的表彰到底 到底要不要配合一下 所以他們最近就是有把數位表彰 他們開始加進去 所以我大概就是下個禮拜 用數位表彰 他們配的支援 在這個合作店家 店家地圖上面 變得更多的情況下 那我應該就會 實際去找 和康豬肉食的一些 弱勢的店家 然後去掃這個 這個數位 希望實體也能夠 像電商那麼順利 那有二三人朋友問說 請問現在社會 還有沒有需要到國外拿文憑嗎 這位朋友他自己反而覺得 出國體驗 看看世界是更有價值 我知道這樣的想法 對不對 本本就是你的人生 所以當然是你的想法對 怎麼會是我的想法對 但是我是覺得文憑 在每一個領域 它的價值是不一樣的 像在我自己的主要的領域 就是烏龍設計啊 或者是城市設計啊 破風力我覺得 比文憑重要 所以出國體驗 看世界的價值 是遠高於文憑的價值 在我們的領域 其實是如此 那在別的領域 特別是一些比較需要 專門的設備的 研究的領域等等 那就未必是這樣子 因為你不在大學 體系裡面可能沒有辦法 取得什麼 不知道欸就是 反物質 什麼大強子對裝機 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當然有它 實踐空間上面的限制 所以我覺得 你要看你關心的題目 是什麼 你的題目如果是 像我剛剛講的這種 它比較透過網路 都可以去傳遞 那本來就是 比較抽象知識性的 這些東西的話 那出國體驗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在二十出頭的時候 二十多歲的時候 就是把所有在網路上面 跟我一起做 新的城市語言的網友 就列了一個名單 然後我只有買一張機票 然後飛到其中 第一個人的家裡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但是在網路上面 已經合作了很久 那就進入一個 暢發沖浪的情況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會在他家 一直住到他 受不了我為止 那但是就是 這個時候 他就要退我 我剩下的名單裡面的 下一位網友 到底哪一個人 比較適合我當時的 研究方向 然後我又再跑過去 所以在大概兩年左右的時間裡面 我跑了二十幾個 不同的城市 那住了二三十位 網友的不同的家裡 那他們當然都是 研究人員居多 工程師、設計師等等 那因為我們當時 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來一起做一個 新的城市語言 所以就滿成功的 就是把各個不同市區的 研究的focus 凝結在一起 那之前有一個數學教教 或者是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體驗看世界 它不一定只是 我們想像中的度假 或者大工 或者之類 它也可以是 跟研究工作 跟一起寫paper什麼 也是可以是放在一起的 這兩個是兵性不備的 那主要的還是說 你在意的整個研究社群 是怎麼樣的社群 然後你有沒有就是 辦法說找到某一些人 覺得說你一到那邊 你就先有朋友 有的那種感覺 那如果有的話 我是滿滿推薦給出國的 尤其現在 疫情比較區緩了嘛 大家應該也都 陸續打了疫苗 至少 包括到肺部啊 上呼吸到規定 但是 至少不會變成肺炎 所以我是覺得 還不錯 是滿可以推薦的事情 有的這位朋友們問說 趙雲你好 我是電商一號 打開台北下一號的職工 雖然不能擔任唐鋒辦公室的職工 但實際上聽見你說 唐鋒辦公室這個空間的小故事 想問為什麼會願意跟打開台北合作 並且開放這個空間呢 在這個空間裡面 有沒有什麼推薦給大家 一定要去看看 一定要去體驗的嗎 懂得好 如果可以的話 想請您幫我推廣一下 打開台北 Open House Taipei這個活動 就已經推廣了嘛 對不對 對 不然要怎麼樣 按讚訂閱 開啟小頻道 如果你有什麼網址的話 3A都也是可以填網址 那 當時應該是今年4月的時候吧 就是在社窗高峰會的時候 那當時好像有個坦位嘛 然後One House的朋友就問我說 因為他在媒體上面 好像看他報導說 在辦公室 就行政院的辦公室 裡面有個衣櫃 衣櫃打開之後 就通往聯網一個世界 那就是那裡啊 就是一個就是黑色的 類似霧木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床 然後有關心室等等 那本來是每個中文辦公室 都有一個可以休息的空間 那但是因為我稍微改了一下 它的採光 然後放了黑幕什麼等等 那就變成一個很適合在裡面 用VR的空間 所以我每次就是如果需要進入VR 好比想說跑到阿爾卑斯山啊 什麼國際太空站啊 什麼之類 去跟就是遠方的任何地方的朋友 一起去工廠啊 或者有些討論的話 那我就會落到那個就是小櫃子裡面去 那所以他們就對這個很感興趣 問說可不可以在周末 然後讓志工這個倒爛這樣子 那但是我當時實際當然是說要看疫情實際發生的情況 不過我後來回去就跟同事討論了一下 因為它畢竟是在行政院院本部裡面 那所以就有很多警衛啊 或者就是造成警衛的很多困擾 所以後來我們就推薦 不是在原本部就是中小動物的那一個 而是在我另外一個辦公室 就是讓來陸三段之9號 社會中心實驗中心 那那邊跟行政院是剛好相反 行政院是門禁三眼嘛 有衛兵啊什麼 那那邊就是原來陸三段那邊 本來也是空軍總部 當然戒備更三眼 但是後來就是變成當代文化實驗場之後 我們就把所有的牆壁都拆掉了 那拆掉之後就變成一個 好像共創型的公園 任何人都可以來大籃球啊 還是在那個草地上面 可能很大的球 大家都可以飛啊什麼之類 就是任何參與式的藝術啊 都可以在那邊去發表 所以我的那個辦公室 就變成好像office hour 就是我之前疫情就是五月嚴峻之前嘛 每個禮拜三 大家都可以在那邊直接跑來找我 然後講四十分鐘的話 那唯一的要求 只是說彰化內容 必須要錄影或者是註冊 搞公開在網路上面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說 那寄來燃路三段就是叫好這個地方 它是比較開放的 就好像一個公寓一樣 那所以它比較呼應這個open space的精神 所以後來攝創的朋友 剛好今年十月底也是要辦 攝創的週年的活動 每年都會辦的 所以我們就結合了open house 跟攝創的週年活動 所以原來就不是只是 逛我的辦公室 而是可以把這個攝創中心 包含使用率還比較低的地下室啊 等等這些地方 都變成就是你到來的空間的一部分 所以有空間的可以看一下 如果之前有經過像經過花室啊 這些地方 那牆還沒有拆的時候 一定都是覺得說 那裡面不知道我在幹嘛 非常神秘 我有一大堆軍人 但是現在就完全空間界也 變成一個很有趣的空間 一個空間了 二十一位朋友問說 目前有回答過 最難回答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以今天的問題的話 最難的應該是用AI 去預測那個NBA的冠軍 那個問題 事實上 因為就是他挑的解決方案 我覺得不是很適合這個問題 所以就是要硬 然後我說 那我就是硬 只能用Machine Learning來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我也想不出什麼 很好的策略 所以 就是真的是蠻難回答 不過這邊有個好處 就是我不懂就會 說不懂就是 你完全只用Machine Learning 我真的不知道 要怎麼樣子很準確的 就是預測出NBA的冠軍 所以就直接說不懂 然後下一題就可以了 對於永續發展的議題 認為台灣現階段可以朝什麼方面努力 我覺得台灣的特色 就是我們在發展 就是這時期向永續發展目標的時候 每一項我們都有可以貢獻的地方 那這跟其他的很多經濟體不一樣 就是我們不會覺得說 好像我們就只能發展金融 所以就只能往SDG789 這邊去做 或者說我們主要是 這個農業利過 所以我們就只能往這個 12、13、15、11這個地方做等等 所以我們附近的很多就是中心 中小型的經濟體 它有一個很明確的Sector 然後那個Sector 是主要的 那其他Sector是幫他忙的 但台灣很可能是因為中小企業居多 所以我們的Sector非常的平衡 那以至於說你要問說 你要幫助其他的國家 改善他的公共衛生體系 我們也有人 改善教育體系 我們也有人 性率平權 效率不平等 消除飢餓 這個能源 包含節能、儲能等等 就是大概你講出來的 台灣都有在做這方面的事情 那我們之前比較少的 只是說 我們因為 畢竟沒有這個參加 2015年的 楊維華的目標制定 所以我們就比較不是 不是求援的感覺 不過不是求援也可以當參考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後來都是 Focus在SDG17 就是我們去運用 開放的資料 有效的資料 17.18 那自己就是在聯合國地區之外 自己去做 實質的 像我們 Global Cooperation Training Framework GCPF 就是我們跟美國 跟日本 一起按照SDG的這個 就是幾個主要的議題 然後去把台灣已經做的事情 重新編號成 SDG相容的編號 然後去 國際上面找到 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像在大學 高校生的USR 也是這樣 我們是先做了USR 然後再回溯的 把USR做的每件事情 去找到它跟SDG 可以扣合的地方 所以 可以說是台灣都 都已經發展了那麼多程度 那但是我們最近 兩三年在做的事情 就回溯的去把它 給出索引 那這樣子我們這邊 創出的資料 包含 impact measurement impact investment 這些資料 那我可以用 國際通用的方式 GI reporting 等等 BLabs的方式 等等 去跟國際互通 那找到了這些 就是國際上面的朋友之後 那我們就說 我們是open innovation 17.6 就是台灣這邊 想到這些東西 所以媒體台灣 不一定是特定的產品 也不一定是特定的服務 它也有可能就是一種 創新工床的模式 那我是你拿去介紹 也不會主張說 你一定要就是 讓一個港口給我們 還是什麼 我們才願意幫助你 我們無論如何 隨時都非常願意幫助大家 所以就是SDG的相關的縮影 然後儘可能的把我們本來 沒有用這些縮影去量化 或貨幣化的部分 量化或貨幣化 那我覺得是我們這兩三年 最主要要跟國際接軌的話 要做的事情 但如果去問裡面每一個遺牆 他們是不是已經 都很有貢獻 很有能量 確實我覺得都做得還不錯 那有20位朋友問說 政委修理髮型 設計的理念是什麼 然後有個問題 我大概都是去一家 叫好剪菜的 這個社會企業剪頭髮 那我都沒有告訴他 什麼理念 那我都是告訴設計師說 本來跟上一次不一樣 然後剪完我還有頭髮 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說真的 那我也不知道設計師的理念是什麼 那設計師有時候會取一個名字 我上一個髮型的設計師 取名叫超前部署 但是我不知道意思是什麼 但是後來就是再回去問他 他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流到任何的長度 看起來都是有不同的造型 什麼之類的 因為知道 我很久才會去整理一次之類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現在這個髮型的理念是什麼 可能下一次再換一個新髮型的時候 再去問這個設計師他的理念是什麼 但是我也覺得說 像好剪菜這樣子 就是他透過剪頭髮來 不管是他們這樣移工啊 或者是在地的就是比較弱勢的這些朋友啊 那透過剪頭髮和故事啊 還是剪頭髮的時候 因為剪頭髮真的是 但是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做 所以就是去看一些關於這個友善環境的啊 一些 永續發展的一些文學啊 會比較看得下去 包含怎麼提升什麼機制的待遇啊 什麼之類之類的 所以他們有非常多的社會理念在那邊 但是我覺得比起 有咖啡或什麼 我覺得剪頭髮的時候 非常 uniquely 的就是 好你非專注的接受這些訊息不可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別的社會創新來講 他也是一個蠻好的擴散的一個 平台 那他們本身也是 在疫情的期間做了很多 就是你要自己幫自己剪頭髮 然後他遠距於 遙控你怎麼剪頭髮 等等的這些 暖情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 他們持續是有在做創新啊 最後也都不領悉說 反正有人都會問這個問題啊 然後就隨時幫 抱歉參打一下廣告這樣 嗯 詢問朋友們問說 那今天我有怎麼樣看 中國近期外交政策轉變呢 對於台灣的影響喔 嗯 這個是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啦 不過簡單來講 就好像這個 我們的這些議員 會來台灣跟我們請教說 怎麼樣子去因應這種 複合式的資訊操弄 那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的 中共他們的一些做法 在全世界的範圍裡面 都被理解到說 是 資訊操弄 那我覺得這跟 前幾年的狀況不太一樣 在疫情之前 我們去俄國的時候 這樣說 有這個資訊操弄 他們想要 就是怎麼講 讓民主的 這個裡面的參與者 失去對民主的信心 然後 想要 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那不如還是 威權啊 將人政治啊 這種東西是比較有效率的啊 等等 就是他們後面的一個 那我們在各國就是 這樣子講的時候 往往就是 對方都會說 那不也是 就是類似說 多元言論的一種啊 就是在一個 自由的社會裡面 本來就有各種強法等等 那當然都沒有錯 但是 他 攻擊的並不是說 特定的一種立場 他是說 任何一種立場 他都可以主張 但是他只是要 就是缺乏 去看到 你自己的行程的 一種判斷的這種能力 而覺得說 反正政治都是很亂 公共議題都是很亂 他扔下去 也不會有結果等等 所以 重點不是他主張 任何一種講法 而是說去 這個民主制度本身 或者是 這種自由的原論市場本身 那所以 所謂的 China Model 當然在以前都是 Mine Efficiency 但是在 疫情之後 也就比較難 Mine Efficiency 這件事情了 所以 大概都是 就是 現在 所謂的戰狼外交等等 我覺得在 歐盟也好 在美國也好 在全世界範圍也好 都有一點 好像跟他們 就是在疫情前的 那些主張 那種難以為基的 這種情況 那所以 那在台灣 我們一直對外講的 都不是說 我們引邀他們 練成怎麼樣子的整體 我們在講的是說 不管你要解決 那你會有去發展目標的問題 台灣有一些 可以幫忙的地方 那 你如果想要學習 好像說 那疫情當中 怎麼樣子 不要破壞民主 跟人權 一方面又可以放育的話 那我們有很多經驗 可以分享 也不一定都是好的 也有一些不好的經驗 那你可以參考等等 但是 無論如何 我們並不是陰陽堂 做什麼樣子的改變 不是 Lockdown 不是維權 那我覺得 這樣子一種態度 在疫情之後 我覺得 就 大家所謂 不顧背景 對 就是在全世界的情況下 都變成一種 好像 不需要特別想的事情 那可能也是因為說 以前 在實體的會議 或者實體的討論裡面 只要被發現 這個 有台灣的代表進來 等等 那一定會有外交事件 但是也是因為 最近這兩年 大家都轉移到了線上 所以我以前 必須要面對面 才見得到的 也是跟我同級的 部長級的人物 那他們以前 都不願意用視訊 因為他們年紀比較大 年輕的時候 用過視訊 經驗非常長 所以他們都知道 他們的下屬 就是 Working the whole 但是 在疫情的這兩年 他們一時都發現 比他們年紀的時候 很多 而且也不會有人 然後也不會有人 抗你等等 所以 到後來就變成 我剛剛講到 我早上一醒來 就能被被 然後 就歐洲非洲的情況 那所以是 想到要討論什麼 就丟個訊息來 那我們幾個 Minister 或幾個MP 就立刻就 揪一團 然後就 直接視訊 所以在外交的工作上面 這方面 我覺得這兩年 也 獲益很多 那以前 那是因為沒有 充足的場合 來講我們的 價值主張 那現在反正都是 16比9的一個 即時的視訊的框框 所以 這些價值主張 就變得蠻容易的 所以 我覺得 當然戰狼外交 是一個 大家會看到 戰狼外交 覺得說 那如果下一個人 他們回家怎麼辦 那所以台灣 真的是一個動機 沒有錯 但是來到台灣之後 我們隨時有這樣子 即時的線上 的 這樣子 一種討論方式 我覺得是 客觀的情境上面 是對台灣有利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那有 那是一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您如何看待 這方面的水平下降 但是你要想是說 你拿掉了這些之後 它 這麼就是 在它的 尼巴克剛的設計上面 我們有沒有第三支 在尼巴克剛的設計裡面 它換得的是 每一座學校 可以因地制宜的 有那一座學校 它自己的加深加碼的課程 校定的選修跟俾修的課程 去結合 旁邊的大學的 USR計畫 或者是 當地的社區大學 當地的文士工作者 那種以前 只有排在 第八階課或社團 那大家功課都已經很忙了 也不一定會去了解這些事情 那你說那些不是文化嗎 社區營造 或者現在是一個地方創生 那些也是文化 不能說不是文化的地獄 而且在一個 就是生理國家的 時間段裡面 你如果在意的是 你旁邊的社區 所在意的東西 而不是 就是只有使用文言文的 那個社區 所在意的東西的話 那你如果這個社區的人 他有運用到文言文 因為很多的文士工作 到後來裡面 也有一些文言文的資料嗎 那難道不是說 你學這些文言文的什麼 它可以對應到更多 第一手的經驗 當地的經驗 所以你之後 如果對這個繼續鑽研的話 你的想像是說 會對我旁邊的人都有幫助 而不是只是我抽象的 去瞭解 2000年前 3000年前的那個社區 對兩三千年前的社區有幫助嗎 所以 我會覺得說 文化水平下降 完全是看你 從什麼角度去切入 但是我會覺得 文化它畢竟是很個人的互動 所以 多花一些時間 在社區域上 等等這些事情上面 我不覺得是一件壞事 那如果你透過這樣子的 自助學習 或加持架光 或什麼你接觸到了 裡面對你有關係的 文言文的部分 你覺得那一部分 你覺得非常有興趣的話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 學習動力 絕對比應去拍那種 文言文的教材 我覺得要 要來的高很多 然後我自己接觸 文言文大概都是 或者是 念那個什麼中國哲學書 電子化計畫 C-text 或者是佛經電子化計畫 C-beta 或是之前做蒙典的時候 都是 我自己對什麼感興趣 然後就去學那個時代 或那個流派的文言文 我也不是看 什麼就是 無文官職權讀學文言文的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看自己的學習方向 照顧在他自己手上 我覺得才是 就是文化地域形成的地方 那我不覺得 這一定是一個剝奪 有28個朋友問說 那請問您是 如何開始學習一個新的領域 那有沒有什麼學習的方法 跟思考的一個過程 我學習新的領域的方式 大概都是先找一個 purpose 就是 最後要做什麼事情 舉例像說 我14歲的時候 當時我想要了解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在網路上面 很容易就是所謂交遷延伸 就是明明是一個 完全陌生的 只有一個ID的人 但是只是一個關鍵字 就什麼都願意跟他講 然後他也什麼都願意跟他講 就可以一起 創造出很多東西來 但是又很容易 一個關鍵字錯了 那就一言不合 就翻臉 本來交錢很好的人 就會解憂 等等 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SWIFE TRUST 和DISTRUST 就是各種網路溝通 以及面對面溝通 對大的差別之一 那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 怎麼樣子 設計一個網路空間 是比較 不容易打臉 比較容易打樹 哪些是專門打臉 都不打樹 像連樹 那樣子的空間等等 那這個就是很難講的 那當時也沒有一個 學員們專門做這件事情 所以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為了要就是回應我的好奇心 那我就必須要去學很多領域的東西 包含當時剛剛開始的資訊社會學 包含一般的就是關於心理學 心理語言學的知識等等 那當然更不要說 互動光線設計等等 那所以這些領域對我來講 我不是為了想要去這些領域 所以學 而是我有一個很想要回答的問題 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為了要達成這個Purpose 那所以我旁邊碰到的什麼 都得學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想要打一個比方 就是說你如果想要 像我剛剛講的 解決你附近的社區的某個 社群造的相關的問題 或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線上的社群 有一個問題 我很想要了解等等 那當你有這個問題 遺失的時候 就不是說 天上有很多星座 然後每個代表一個領域 每個領域裡面有很多顆星星 代表裡面的就是 單點單點的知識等等 而是說你就在天上 找到你自己要的的方向 旁邊的星星就自動變成你的星座 你就可以自己給它學個名字 因為星星是真的 但星座完全是虛構的 所以就是你的虛構 對你自己來講 一定比別人的虛構好 所以這個時候 當你有一個固定的方向 相關的這些知識 不管它本來是哪些領域 大概都可以變成你的學習的一幻 所以這個學習取向 一個人應該在MIT Media Lab 那邊把它叫做 Antidisciplinary 就是犯領域的一種學習方式 反對領域的一種學習方式 就是不願意受到領域的限制 那只受到 就是我到底看不看得懂 那篇論文的限制 那我如果看不懂 就是它裡面使用的 可以先被知識 跟我本來了解 差太多的話 那現在反正都open access 所以我就會去archive ARXIV 或者那個學員們的archive 加每個學員們 都有自己的open access journal 然後就去開始追reference 那總有一天就是會追到 我比較東等的一個reference 上面去 然後就從那邊開始reach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腦裡面 並沒有什麼領域的概念 那大概都是用一些 開放、授權的一些文本 那如果看不懂 真的就直接寫email 去犯作者 那作者因為覺得 就是那麼認真學習 其實大部分是會回email的 所以大概 所以學習的方法 就是不斷地 run 入各種的領域 然後出寫email 去打擾這些作者 但是這些作者 到最後都變成很棒的朋友 而且就是我環繞世界的時候 還有願意我去住他家裡 所以我是覺得還不錯 有三星一個朋友問說 其實念問題的時候 是腦袋裡有什麼思考清醒 我是不是邊說邊想 因為怎麼好快就回答出來 是這樣沒有錯 而且我是邊想邊講 就是我基本上去想到什麼 就講什麼 我為什麼會覺得我反應很快 就是因為我在腦裡 並沒有花時間 censor我自己 就是我不會覺得說 我想到一個什麼講法 然後我覺得這個不行 不是我這邊什麼之類 然後把它刪掉 然後我再換一個講法 不會這樣子 所以幾乎都是我腦裡出現什麼 一句話 那就好像這句話在我眼前一樣 我只是把冒在腦裡的一個念頭 放到眼前的一句話 好像念出來一樣 念出來給大家聽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可以有這樣子的反應 絕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想到什麼 就講什麼這個習慣 是在沒有任何別的打擾的情況下 才能做到的 也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講到一半 那突然之間我手機開始震動 有個新的訊息進來 什麼有人又貼了一個 什麼 這個標情符號貼圖 什麼之類 我也沒有辦法繼續這樣 因為我的working memory 就會有一些部分 要來處理這個大段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在工作的時候 一向都是大家可能聽過嗎 用番茄中的方法 就是任何我的同事都知道 從整點開始到 可能二十四五分都不可能拿斷我 也不可能找到我 他不管送什麼訊息 來我手機絕對都不會像 因為我知道 就是半點鐘之前的那四五分鐘 才會看東西 才會跟人互動 那所以我就是在腦裡 隨時都有一種 你現在好像已經快要整點了 的那種感覺 好像已經五十幾分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是把跟人的互動 就是看訊息 看社群媒體 看推特等等 都限制在這種 半點鐘的 五分鐘的休息時間 那所以我在 那二十四五分鐘的 專注的時間 就發現這種理念的時候 基本上腦裡 就是完全專注那件事情 而不會有任何別的事情 那當你的整個working memory 只專注在某件事情上面的時候 自然不會有自己在腦裡 打斷自己的這個情況 那就很容易做到說 想到什麼 就好像眼前看到什麼 眼前看到什麼 就直接念出來 就極聞極大 這樣子 那希望有回答到這一個問題 那有二十六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正文 對於元宇宙的什麼看法 這個顯然要取代區塊鏈 成為新一代的超詞 那我不對元宇宙的看法 就是對我來講 它是在講 所謂的share reality 就是共享的現實 那共享的現實 它可以是 就是好比像說 我們現在座位上面有很多空的 那等於我如果現在有帶有所謂元宇宙功能的眼鏡的話 那理論上我可以開啟所謂的營養業什麼的 那這樣子的話 只要在線上看直播的人 它有設定它的avatar 那它就突然之間都跑到座位上面 那但是呢 就算它轉台 就算它離開什麼 但是我們這個機會還是在嘛 這些一次並沒有消失嘛 那所以它又tune in 那的時候 我們就還在我們所在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persistence 就是所謂的現實 就是你頭轉開之後 它還在的東西 就是現實 那所以其實metaverse 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 它就是說 有一個reality 那這個reality 它可以讓時間上或空間上 不在同樣的地方的人 也可以很容易地共享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那我自己的在處理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會比較想說 那我們一般講virtual reality 其實並不特別注重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設定空間 那你自己加一個網站 也不困難 minecraft 你自己在自己機器下加一份 也非常的容易 那非常多的就是線上的社群 都是你可以自己設定它的遊戲規則的 但是在臉書的情況就不是如此 就是你在臉書上面PO了一篇文章 那臉書就當集了 然後就沒有了對不對 你自己的手機裡也沒有一份 所以我的意思是 它在設計上它是一個就是 我們叫wall garden 或者isolating experience 就是你一PO進去之後 那它的空間圈基本上就不在你手上 而是在那個空間手上 所以它用什麼方式 把這樣一個單元一個單元呈現出來 那都是它的自由 但是並不是你的自由 所以這樣子的所有的元宇宙 對我來講 可能就是讓這個邏輯越來越單一 控制權越來越單一 可能可以叫做單元宇宙 那但是我比較想要分享的都是 所謂的multiverse 就是落元宇宙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己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安排 而且安排之後 你可以很容易的透過 網際網路把 也覺得你這樣子安排比較好 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找回來 那等於每一個人都有 空間的設定權跟創製權 那我覺得這樣子一種比較民主化的 就是每個人都有實質參與的能力 的這種科技 我覺得才是比較值得國家化 一起去發展的這些科技 那所以未來再如果就是不會 像印朝詞 這個提元宇宙的這個 遇上來上來的時候 我大概都會問說 那你這個有沒有世界民主的原則 是不是每個人如果看不宣言的話 都可以分叉變成他自己的一個世界 還是說一定是變成極權化的 你說的算是世界 那如果是後者就極權了的話 那我覺得就不太適合 用國家的經費來發展 那但是如果是欠責 所以大家都可以比較開放的 自己去改規則的話 那我覺得那樣子才有發展的意義 有個四位朋友問說 大家也發現可以貼票幸福好 但是這個應該不是大麻吧 這個應該是那個星雲草 就是四葉跟三葉的星雲草 那鄭委認為台灣大麻合法化 最大的障礙是什麼 我覺得主要還是他在醫療使用上面 就是實際有過這樣子經驗的不多 當然我們如果看中原平台的底案的話 衛福部其實已經有回應 說對於某些特定的適應症 他是可以專案的引進 那我們看國外的離子 大概都是會有一個equilibrium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透過某一些實際的對案的現實說法 他的這些適應症就是沒有什麼別的替代方案 那在這些題目上面 那也不是他用所謂的大麻 而是用裡面的一些有質量效果的這些物質 那這樣的話才比較容易 就是論事來討論這個題目 那在有足夠多的就是離職經驗的人 就是論事來討論這個題目之前 那我覺得什麼東西都是會混在一起 我們看國外的經驗大概也都是這樣 所以如果對這個有興趣 就是對於醫療的使用有興趣的話 是可以看一下中原平台 時不時就會有這樣子的提案 那衛福部也都有很詳細的回應 那有24位朋友問說 那有24位朋友問說 那我也可不可以講這個 一個你覺得很好笑的笑話 我講了沒有問題 好的 OK 我其實沒有講引號 但是反正就是你問我可不可以講 一個你覺得很好笑的笑話 講了 有22位朋友問說 今年有笑 所以表示笑話有點用 有22位朋友問說 今年上一號書 數位轉型像也好像很熱門 那請問你覺得這個詞 有沒有明確的意義 那確實就是好像 原宇宙是新的潮詞 那等時數位轉型應該就是 目前的潮詞 區塊鏈應該是去年的 那今年的這個潮詞 數位轉型 我對它的解釋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不用覺得是標準答案 其實數位就是好幾位 就是很多位 那數十位 數百位 數千位 本來都是數位 越多越好 所以所謂的數位轉型就是 在任何的組織裡面 這個組織形成 共同的目標的這個過程 不是只有一個人 角色者或少數幾個人說的算 而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充分的了解 並且參與這個形成 共同目標的過程 那越多越好 這個就是所謂數十位 數百位的這個意思 但是這個是非常選的 但是其實我們的在整個疫情的過程裡面 大概都是運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開門造具啊 你醒你來啊等等的 這樣子一種過程 所以雖然當然 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有紀念的禁詢試鏈指 新聞上面都說是 掏空化明的等等 但我經歷癖 但是沒有什麼用 那就是它基本上都不是我的主意嘛 都是因為我們有很好的 就是我們有很多的 數位轉型的那種 所謂的Civic Infrastructure 就是大家像在PTT上 或在GinB的 自來的頻道上面 整天就是在討論 政府哪裡做得不好 然後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 那這個更好也是用實際的demo 就是它真的做出一個 看起來還不錯的更好的系統 那當然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們就說真的你比較行 所以就用你的系統 所以我們去年是資本 那今年出現了這個簡訊 就是GinB上面 兩位成型網友這個發明的 那他們發明的時候 確實我們不到24小時就採用 那不到72小時就上限200多萬 加不同的公司行業 企業等等都在使用 但是那是因為說 為什麼疫調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讓疫調人員 能夠快速的找到 神醫生你去過哪裡 哪裡又誰去過 是有意義的 這個就已經在之前 每個禮拜 不是每個禮拜 每天下午兩點的公共衛生 帶狀節目裡面 大家都已經就是非常非常了解 已經聽了一年多了 那所以就是 怎麼樣子設計才有用 外國哪些案例可以參考 哪些不是我們的國情等等 這個不是只有 智慧中心的那些專家才了解 而是基本上所有 我聽每天下午兩點的 帶狀節目的人 大概都可以一起想的一些事情 那所以他們想到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就說 那數位轉型並不是替代資本嗎 資本實驗師還是可以繼續使用 你要刻個連續長 蓋個長就進場 那也是你的自由 但是就是讓這些天之分的人 不需要排隊 因為大部分人都去掃QR Code 那這個是等於是不強迫事 但是因為可以省時間 所以到最後大家 多少少都來用QR Code 這種做法不強迫 但是是讓大家自然的在用 那這個是我們的數位轉型的特色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是你覺得機關家 這個掃碼很糟糕 就自己去寫了一個 像台灣社交距離 他們就是自己寫了一個非常好的掃碼器 所以我後來都沒有機關家 我都用台灣社交距離去掃實驗室 那如果你覺得那個也不行 那你剛好在去世科技工作 去世科技 你有一個自己的掃碼器 他碰到QR Code 還會自己去看說 他是不是釣魚詐騙網站 這個也很厲害 那或者是幫你的家朋友的主掃碼器 他明明是外國公司啊 那是因為覺得 真的有很大的社會價值 事實上是因為他們 客戶服務人員被問說 為什麼不能加在那樣的地方 就可以掃食連池 已經電話被打包包了 所以他們就很快的也加上了 注采網站 其實可以掃食連池 那又碰到什麼 漫遊的門號 在他的國外的電信打1922 沒有辦法接到那個減碼 因為我們是五大電信商 你可以1922 並不是到機關樹 而是直接存在那個電信商 那所以如果你是漫遊電信 就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台北通就發明了 用忘記網路的方式 直接寫進台北通的資料庫裡面 所以就是說 我剛剛隨便講這些 都是說 這是數十位數百位 各個不同的團隊 看到我們剛剛 退出簡訊實驗室之後 各種不足之處 然後就自己也不用問過文 也作為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就不用問過任何人 那就可以直接的去發展 但因為我們有國同文價值 然後共同的標準 所以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這個轉型 就在非常快速的時間裡面 就完成了 可能這個 一兩個星期就完成了 謝謝 這個我腳步很散 不需要做一下 那些非常貼心 謝謝你 好 所以我覺得明確的意義就是說 共同文價值 不管是去年75%的人 都要買到口罩 戴上口罩 還是今年75%的人 都要打到疫苗等等 同時這種共同文價值 大家都耳熟能想 而且多多上都可以解釋 為什麼是這樣子 那時候 那又讓創新 變成你不需要外國人 就可以創新 而且很容易擴散 的時候 那這就是數位轉型 我覺得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大概就是這兩個特色 那如果有就是對特定的案例 還有興趣的話 歡迎繼續追問 好 那有三七位朋友們問說 什麼是愛情 而且還打了兩顆愛情 這個顯然就是覺得 愛情是兩個人的關係 OK 我覺得不錯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定義 就是說如果有兩個人 然後雙方都認為 彼此在愛情的關係裡面 那不管外面的人 看起來怎麼樣 反正那個就是愛情 相機的愛情 有關是七位問說 怎麼樣去看待 台灣的立法院的亂象 我大概都是在觀眾席看 對不對 我都要去背詢 然後但是因為我不是 部會首長 按照立法院質詢行使法 質詢行使法 質詢的人 只能叫部會首長上台 不能夠叫政務委員上台 所以我們就跟副院長 或秘書長一樣 就是我們是去那邊 就是不知道 幫院長加油的 這樣子 是他的幕僚 就是去那邊 就是背詢 但是並沒有接受質詢 所以像我記得之前 有他們在做下水堂 就是有那些豬內臟的那一次 這個我不是在旁邊嗎 然後我是開個筆記錄 然後就是在看slido 因為我那天的中午 也有另外一個演講 所以我就在背課 然後去找這個相關的 那時候好像是提到 怎麼樣子去做什麼 厚量子的加密啊 還是什麼同態加密啊 怎麼樣確保說什麼 我們資料的運算跟資料的擁有權跟格子 可以不要混在一起啊 之類之類 那所以我就一面在那邊寫城市 然後看slido 然後裡面背景就是那個下水堂的背景 我覺得非常讓的魔幻嘛 但是也很有意思嘛 就是但是就好像有些人 他就是在聽音樂的時候 就是他反而聽Heavy Metal 他就是可以更近的下心來 那可能我自己也有一點這樣 就是說那個背景就是他們在 城牆舍戰 在質詢的非常火爆 甚至跳上主席台的時候 那我反而覺得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反而覺得很安心 然後就可以繼續看paper 然後寫城市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採取一個就是 就是旁觀的群眾 在這樣子一個角度 河岸第一派 來體驗那個所謂的亂想 嗯 有其他朋友問說 今天我會耍廢嗎 當然會啊 就是我晚上七點下班之後 大概都是在耍廢 然後我因為我一定睡半小時 所以11點一定要睡著 那大概10點就會準備開始睡了 所以1點大概都有固定 3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是在耍廢 最近看的一部戲劇是什麼 是斯卡羅 那然後 《國際橋本社2》我看了一點點 那但是還沒有時間看 完全部 我之前大概 沒有什麼時間看新戲劇 都是疫情比較緩和之後 才比較有時間 那之前比較沒時間的時候 我就是看劇本 就是直接看文字 快速這樣子掃過去 就不需要那個時間了 但是現在確實時間 比較多一點了 所以是也蠻期待 就是看《國際橋本社2》 我覺得1很好看 有二星樂客問說 請問這個 五倍券的實施情況 以及對台灣的GDP的影響 這個可能還沒有到計算的時候 因為才上路 一個國語言嘛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像上一次的計算 我覺得就是因為數位券 它占的比例過億 所以只用數位券的那個比例 去推估整個執本圈的 其實大部分都覺得 那種經濟學執本的方式 不是很準啦 因為去年才7.7還7.8%是數位嘛 那今年so far 大概是快20嘛 20%上下 那當然隨著更多人領執本圈 可能還會稍微掉一點點 但是總之已經過400萬了 那所以我會覺得 至少這次在數位券的部分 就計算會比較精準 那但是你看 我自己都還沒有耗完 所以還沒有耗完的應該蠻多的 所以我們可能應該要 再等個一兩個月 才會比較準的 至少數位券的部分 對於GDP影響的數字 有一個11位朋友問說 想知道說 這個鄭文吃的食物 有沒有跟平常人不一樣 我今天早餐跟午餐 都是吃碳水化合物 跟蛋白質 跟脂質 所以應該跟你吃的是一樣的菜 對 應該很難不一樣才對 我比較在意的是那個 就是 Nutritional Balance 就是 每種 就是 佔比 我不是很在意 它撞在什麼樣子的殼子裡面進來 所以 沒有這麼特定的生物型態 二十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 鄭文覺得蘇院長 跟蔡總統 討人恩的地方 有兩些 我當然不告訴你 我什麼都告訴你 那有二十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鄭文是不是相信星座 那就像我剛剛講到 就是 我自己挑的星座 我是很相信的 但是別人幫我挑的 我就沒有那麼相信 就是我自己喜歡哪些星星 穿在一起 我就自己把它叫那個星座 我覺得這個是蠻值得相信的 就是說 延伸開來 就是說 如果有人問我說 有什麼特定的信仰 要不要宗教 什麼 那我通常的回答都是說 我相信信仰本身 就是說 我相信信仰這個狀態 是有力量的 但是我不需要信仰什麼別的東西 我可以指信仰 我在信仰這個狀態 那所以 大部分的信仰之所以 會產生正面的效果 都是因為那個狀態 而不是因為你特別信什麼 那所以 因為我不需要特別信什麼 我就可以進入那個狀態 所以 對我來講 就是那個星座 固定叫什麼星座 不是很重要 那我如果想要寫 我的今日的運時 我就自己寫下來就好了 那我看了就會 這個相信自己 有那樣子的今日的運時 那有些交代團們問說 太聰明有什麼困擾 我覺得都還好 我覺得並沒有什麼 我自己了 因為不管是認知能力 就是比較快了解等等 造成了什麼困擾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 我自己都把自己 從出社會 就14歲以來 都放在一個 任何團隊 加我一個人 都會比較好 我不需要把 既有的任何一個人搶掉 那我在的團隊 任何一個人進來 也都會比較好 我也不會覺得說 我的這個位置 不要被人搶走 我就不會這樣 因為我的工作是 就 purely facilitative 就是純粹輔助式的 所以 就是 那個叫什麼 黑子的籃球還是什麼 其實是幫助 幫助大家去 讓 就是交易成本減低的那個工作 那當然 在一個團隊裡面 有交易成本減低的 這樣子一種角色 是多多益善的 因為交易成本 越低越好 WITH IN團隊 絕對是越低越好 所以不管是 溝通成本 跨國媒協調成本 等等 那我的專長大概就是 設計互動的空間 然後像剛剛講到的 很難打臉 都只能打輸的這種空間 那 Slido 實際上 就是這樣一種空間 你可以發現說 是吵不起來的 你如果不喜歡這個問題 你根本不可能打臉它 因為第一個它是匿名的 它是誰問的 都不知道 第二個它根本沒有回覆的按鈕 可以按 所以你想要回覆它 也做不到 那這兩個都做不到的情況下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提一個你覺得更有意思的問題 然後開始跟你做一點優勢的拉票 那這個就是一個 Prosocial Behaviour 就是一個親社會行為 那 所以在這個平台上面 透過這樣子的設計 反抗的行為 就很難發生 那 因為我的專長是 設計親社會行為的空間 那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不會變成說 好像 我先了解到某件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下命令給其他人 然後覺得 他怎麼聽不懂 我有這個問題 也不會有說 別人下命令給我 然後覺得說 那為什麼我總是 出自己的主意 不執行上級交代 因為我根本就沒有什麼 上級交代 所以我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不是for the government 所以就是跟我的這些 同才一起工作 但是 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 我在加入政府這五年多來 我應該沒有下過一次命令 也沒有接受過一次命令 就是純粹輔助事 的這樣的角色 但是這樣的角色裡面 就很難有所謂的挫折 或是困擾 或怎麼樣 但那是因為 我從出社會以來 對自己的工作 大概都是這樣子的 因為 還有 還有 21位朋友們問說 很好奇 政委有沒有很想要離職的瞬間 有啊 那但是通常 就是跟剛剛那個麥克風 就是稍微斷個兩秒鐘 我一定可以就換一個麥克風 一樣 就是那個瞬間 可能大概就是兩秒鐘 就過去了 因為我都會找一些事情做 然後來 把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用比較建設性的方式 就是解決掉 無距離好比想說 像去年的擴張地圖 剛上線的那天26號 記得非常清楚 那我家附近的某家藥具 立刻就在窗戶上面 大門口貼了 不要相信APP 盡嘆號 盡嘆號自己一張零四支 所以非常大的字 那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花那麼多的時間 做了個地圖 但是其實反而造成 妙事的麻煩 那因為他早上 就是很多人看到地圖 覺得他還有口罩 但因為他號碼牌已經發完了 其實他已經沒有了 他其實瘦的肩膀還沒有過卡而已 所以就造成他很大的困擾 所以他就 因為電話已經接到手伸了 就要大家完全不要相信 架號地圖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這明明很好 社會創新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協調 那跟發號碼牌 也是一個社會創新 但那樣就好像 可樂碰到曼陀柱一樣 就是完全爆炸了的情況 所以當時看到 不要相信APP 健康號在那個 要去的門口的時候 我真的很一瞬間 覺得說 算了這樣 那就是我的特色 就是我看 快深呼吸 然後強化自己的玻璃心 然後就 就是 拿了第三支麥克風 我希望聲音 要花了一點 好很多耶 大家有沒有覺得 影子有稍微進步 不是稍微 進步相當多 那實在太好了 好 所以剛剛講到說 我就深呼吸 然後強化了自己的玻璃心 然後就推門進去 然後就 跟那個藥師 不但抱歉 而且 還這個 拿上來一些 忘記冬蟲蝦草 還是什麼東西 本來就是 很深受不到 年輕人的朋友 直接去歸談結帳 那結帳的時候 我就順便問一下說 欸這個 那我 因為我們也發現 這樣子的口罩 地圖布 不准的問題嘛 那我知道 藥師都有一個群組嘛 什麼 年輕藥師協會 什麼之類的 我就想問說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 硬硬的方法 因為我真的沒有找出了嘛 那所以 不然你要怎樣 不我不是那麼 就是 不是那幾個字啦 就是比較客氣的問 不然你要怎樣 如果你是唐風喊 要怎樣 這樣 那他就說 那你隔天再回來嘛 那我隔天再回來 他就 欸真的已經想到解決方案 就他們群組裡面 有人發現說 你進口罩的時候 在那個經銷村的項目 打擊片口罩的時候 你可以加一個符號 所以他不管本來存量多少 你就付一萬片 那當然你的存量 然後他就變複的 複的什麼意思 就是顧客要賣給你口罩 當然不是嘛 所以 口罩地圖就不可能顯示 因為我們沒有處理符號的狀況 所以他就從地圖上面消失了 所以他每次只要 一發現口罩地圖不准 他就進覆一萬片口號 然後他就 戳上他就消失了 那他當然 當天晚上要記得重整 再加一萬片口罩上去 那這樣子隔天 才會正確地顯示 那他就跟我說 那我這樣跟你講 那你不要跟指揮官講 因為他不是很想被散場 那我當然當時就覺得說 這真的已經接近白毛 還客的一種水準 就是已經是侵入我們的系統 那但是我就覺得說 我們可以把它制度化嗎 所以我就去請健保書加了一個按鈕 他這樣一按 就隱身動篷 就從地圖上消失 他就消失到隔天早上 還不用再去重整什麼 所以當時我們也讓很辛苦的要是 禮拜天可以休息 禮拜天就自動幫他按那個按鈕 但他如果禮拜天想要開帳的話 他再按一個 現在他的鐵門又拉上來 又從口罩地圖上面出現 等於自己可以決定要隱身 還是要顯示 那像這樣子的創新 就不是我想到的 是第一線最辛苦的要試想到的 但是我如果當時的那個 非常非常挫折的 無理性就快要碎掉的那個瞬間 我沒有說強化玻璃性 然後走進去 然後說不然你要怎樣都化 那其實也不會有後面的這種 創新功能創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 畫悲憤為力量是這樣講的 所以就是真的 就是有那種痛點發生 真的第一線的朋友 被我們的政策弄得很痛苦的時候 你立刻就要到他那邊 然後立刻就要問說 那請問你有沒有什麼 讓你自己比較舒服的方法 那我的承諾就是 判定的方法 如果有道理的話 那我24小時之內 就會把它變成這樣子 大概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解決的 有21位朋友們問說 您認為大學生應該要具備 何種社會責任 我覺得就是跟任何人一樣的社會責任 我沒有 比如說只是因為你年了大學 你的社會責任就比別人一定多 或者是一定少 但是我會建議說 你要善用大學生的這個身份 因為這個身份是非常棒的 就是你如果區域有一個點子 它看起來好像可以進社會上 解決社會問題 甚至你創業 或是透過YouStart這種方式來創業 然後就到了 那你如果不是大學生的身份的話 那社會可能會就是欠責你 但因為你是大學生的身份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個不錯可以做專題喔 你可以發表 可以變成paper 研究生的話 甚至可以在國際論文上面發表等等 也就是說當你這個周轉的時候 在所謂出社會的狀況裡面 那你自己要負擔全部的風險 但是你如果是在大學的系統裡面 你隨時可以說 沒有我就是在做一個Polotype 在做一個探索式的研究 在做一個Capstone Project 等等的這個狀況 那這樣的話 因為教育體系有滿充足的資源 所以它可以幫你吸收掉 你在試著進社會責任 但是還沒有找到正確的方法 的時候的那種風險 跟那種成本 那所以我會覺得 這是一個滿好的 就是incubation 的一個狀態 所以如果你覺得 有社會責任要進 而跟你的所學 不一定要完全充裂 甚至只有 那麼一絲半旅程的上關係的話 那我都蠻建議說 你不管透過USR USDAR或什麼的方式 就是讓我們的 高校體系的 教育部的預算 吸收掉你的創新的成本 然後不管成功還是失敗 都可以發表出來 去跟其他人進行分享 這樣 那有Risa 朋友們問說 請問對於 Ellen Musk發表的七步是 沒有 是那個草池發表的 他是轉路而已 因為那什麼看法啊 他是不是在暗示什麼 沒有欸 我沒有覺得他特別在暗示什麼 因為他就是很喜歡一首詩 然後就是跟大家分享而已 你知道當然 就是 Twitter用的時候 你用的比較多的時候 常常都會 隨時看到什麼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覺得 他也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那有20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對於 上一號地方 創新三號這個議題 你有沒有什麼 相關的政策 相關的立場 希望可以從國家規格 跟個人規格 來分別說明 感覺上就是要 三個小時的 那種題目 我們看看 30分鐘到底可以講多少呢 好沒有其實是三分鐘就好 我自己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啦 一方創新 他是我們在台灣這邊 社區營造的 就是 community building的 這個傳統底下 大家發現說 你要吸引人才的淚流 不一定是完全回流 你可以RTG什麼 你必須要 不是只是傳統上面說 他在那邊要有文化創造的意義啊 等等 你要解決三個很重要的 很現實的問題嘛 就是 長輩的照顧 小孩的教育 跟他自己的就業 那 但是這三件事情 你如果只靠這個地方 他本來的經濟結構的話 是很困難的 所以 現在 地方創新 就是希望 青年朋友 他不是只是 就是 好像 在既有的 地區的地方的結構裡面 一直輪到他 這個可能四五十歲了 終於 就是 剩下了一夜等等 而是說他一開始就用一種 好像 就是一個 比較數位原生 帶領的大事的這種角度 然後去 去 結合 不是住在這個地方 但是關心這個地方 對人的資源 然後去幫那個地方 去找出 就是 新的跟外面連結的這種方式 就是 去增加他的 relevance 讓他 對大家變得相關 那 當這個relevance增加之後 當然 就是 不管這個青年 他是願意要住在這邊 還是二地區 還是怎麼樣 至少他都是覺得 這個地方的人 跟他是 是neighbor 就是 不管他出生在那邊 還是是他 長大的時候 他 認定某一個地方 就是他的neighborhood 那 無論如何是 那邊的人也不會覺得 這是什麼外地人 來欺詮我們的文化 來欺詮我們的資源啊等等 而是覺得說 這個 他的文化是可以傳承的 可以給下一輩的 所以 我覺得這個還是 傳統社造的邏輯 只是他 加了很多 就是 用設計思維來翻轉 用青年共創 據點來翻轉 等等的這些想法啦 那 當然在實際上面 實際做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的neigh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 真的 是就知道吧 網路真的可以去趕馬路 所以 如果你關心一個地方 但是你實際上 很難一直去那個地方的話 你 真的對那個地方 能夠產生正面影響的程度 比起 有四十個資道道之前 絕對是高很多 因為 在之前 就是你很難說服 那邊的長輩 沒事跟你視訊 但是現在 事實上是蠻容易的 長輩用視訊 常比我們還要熟練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地方創生 他有他的客觀的條件 那 但是他主觀上面 他 這位朋友問我說 個人的規格的話 我覺得這並不是一件 很複雜的事情 就是 你如果有一個neighborhood 你覺得你關心哪個地方 那你在那個地方的區公所 或者是任何的參加 地方創生提案的地方 去找到 你覺得 會感興趣的一個項目 如果你覺得 現有的都不感興趣 那就糾團 糾團之後 就直接讓這個華為知道 那你就立刻 就會有一個 協作區 知識家 青年據點等等等等的 這種國家資源 來讓你試試看 能不能夠 又翻轉那個地方 對於其他地方的relevance 一點點 那不行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反正國家政策 就是不成功的那個成本 還是有 或血精所吸收的 所以有空的話 可以就是多試著 來了解 然後來 開始這個地方 創生的neighborhood 希望有 一定程度上 回到這一個問題 有個新的客人問說 請問正文是怎麼樣 找到自己的夢想 你要找到自己的夢想 首先你要 閉上眼睛 然後要睡著 然後睡著之後 才有可能做夢 做夢之後才有可能 找到夢想 所以我覺得 那這不是 就是 純粹也是 套餘 其實我每天都是這樣子 就是 我大部分 隔天要做什麼 你問我 今天知不知道明天 我的focus 什麼 翻卸妝要怎麼拍 我不一定知道 我明天要做什麼 都是明天醒來才決定的 但是明天醒來才決定 為什麼我不需要去 就是 幹昨天沒有做完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昨天都把事情做完了 才睡 所以 就是說對我來講 這個時間單位是很確定 就是明天睡前 一定所有就是 email inbox 都是清空的 沒有發表的東西都發表出去 那最晚最晚就是 晚上9點 所有的 沒有轉成公開的影片 所有要發布的主自告 大概都是9點就會收單 所以在那個之後的 就是耍廢的時間裡面 我既不需要去想說 我今天還有什麼沒做完 我也不用去想說 我每天要做什麼 那就是在一個 bregarism 狹像的狀況 就是懸浮的注意力 在這個情況 在這個情況下 我不管看什麼資料 看什麼書等等 那我都不會訊下判斷 說這個是重要還是不重要 就跟我有關還是無關 我反正就無論如何都 先掃描到 Wah看問題影響裡面去 然後我就去睡覺 睡暴了50個小時 當然如果就是 就是看的东西比较复杂 像之前去看天能 那就睡到10个小时了 因为不然很难消化整个剧情 那无论如何 睡8到10小时之后就起床了 那起床之后 everything makes sense 就是觉得说 那就是昨天睡前看那些东西 真的就整合为了形成一些 我会感兴趣 或者是我觉得 那今天可以来试试看的东西 那个就是我当天的梦想 所以我并没有那种 非常远的时间的所谓的梦想 我每天like literally 晚上做的梦 醒来就会变成当天的梦想 那这个当然是我自己从小的状态 因为小时候心脏很不好 所以每天都不确定 睡着能不能够醒得来 那大概一直到12岁 开到真后才比较确定 那天可以醒得来 但是因为4岁到12岁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人格形成的主要时期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种 就是每天睡前完成全部的事情 那大部分是不会做超过一天的规划 的这种做法 就是每天都当最后一天过的这个情况 那有22个人们问说 那我一天花多久的时间学习 是不是有推荐的书籍 我大概就是刚刚讲到的 我白天的时间大概都在玩 并不是真的是在学习 但是透过这种互动 就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然后我就会在学前 或者吞噪的把它全部扫过去 但是你如果猛的问我里面在讲什么 都只记得一些关键词 但是因为就是我看的东西 大概都是电子的 所以就是数位的 所以都有全文检索 所以我记得某些关键词 其实也就够了 因为我随时可以回到那一本 EPUB或那一本书里面 PDF里面透过全文检索 或者甚至是ACROSS 我所有最近看的书 然后去找我想到哪个关键词 相关的一些事情 这样 所以我前两天学前 掃的好像是那个Core Econ 那个我也不知道 这边翻证什么 或者这边有没有在用这个整个书 但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它就是一个一般经济学的课本 而是它是专门写给我们 这些做公共政策的人用的 所以它就不是好像你专门 要去做经济学的设计 或者是当经济学家 而是它可以直接说 那你关心的事情是群像暖化吗 你关心的事情是公有地悲剧吗 你关心的事情是平铺的这个allocation 等等 那然后就是在你不管关心哪一件事情 就可以直接挑进哪一个地方 去用经济学的角度 去重新诠释它 那每一个大概里面讲的个别的东西 有些理论不议论什么 大概我之前都从不同的脉络看过 但是我觉得这一本还不错 就是它是等于每一个的用处 都是往公共政策 这边就是往对大家好的公共政策的行程去讲 那那些比较是经济学家 才会在意的什么学派 什么学派之类的 那他就完全根本不讲 所以我觉得这本还不错 有空可以看 也是免费的 就是自由的开放的教学 那有Pershwin问说 请问委员对现在资讯站的看法 刚讲到的这个资讯操弄 学习操弄 我觉得在台湾的情况是 我目前是审慎乐观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发现 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已经过了 像刚刚讲到前几年 跟欧美的朋友讲 他们还觉得说 本来民主社会就有 各种不同的意见 等等的那个阶段 大家都知道说 确实是存在一些 他们的工作 就是照久晚午的去 损害大家对民主制度 我想象的朋友 那 所以大家会分享很多 新的变形吗 像我最近就有看到 这个有人分享的时候 YouTube上面多了很多 不是Deep Fake 这个 可能叫Shallow Fake 就是他们是什么 就是一个主播的样子 然后用一个非常大的麦克风 挡住自己的嘴 然后呢 就是一些合成的文字 变成合成的语音 然后这个主播 就看起来有在讲东西 但事实上是一个 不断loop的一段影片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他们就可以很快的 把很多机器 生成的文本 透过这种合成主播的方法 然后变成好像比较惊悚的 然后让大家在漫言上面 很容易转传的 这种分享的东西 所以每次他有这样一种新的形式出来 我大概都是抱持这一种 好像又收集到一种 新物种的态度 原来还可以这样用 但是 就是说已经过了那种 大家会觉得说 没有这个就是 自然的多元的社会 言论的表达的一部分 多元的社会 表达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我是神神乐观 因为很多人都会立刻就发现 然后就在我们的整个 Ecosystem 包含趋势科技的那个房站大人 或者乌斯扣 或者真的假的 他有市场的中心 麦克勒 等等的这个社群里面 每个都会开始 有一些即时的会议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就像 我自己可能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比尔盖茨说 Email必须要收邮票钱 不然很快Email 就会被spam 就是垃圾邮件所攻占 因为寄垃圾邮件不用钱 但是后来 大家现在如果还有再用Email的话 可能知道你是不用付钱的 所以这个垃圾邮件 跟诈品邮件的问题 其实是解决了 但是怎么解决的 并不是因为 通过了什么远行巡发 而是因为大家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真的不是每封Email 都是诚信写给你的 真的里面很多是诈骗 然后很多是垃圾邮件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 可能就请个功德性 按一下这是诈骗垃圾邮件 把它放到垃圾邮件资料夹 因为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就好像你回报给真的家的一样 它就会跑到spamhouse 这个国际的网络里面 所以同一个寄行人 他再寄给别人的时候 他就会调到那个人的垃圾邮件资料夹 就不会再调到他的手间下了 那就是因为很多人 愿意贡献他们的时间去检局 那检局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说 有哪些垃圾邮件 他先来传播力大于E 就是平均一个人会转向更加过一个人 那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咨询站 它跟垃圾邮件 跟连锁性诈骗邮件 有媒体素养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抵抗力 透过安装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Ecosystem的软件 好像戴口罩一样 或是透过这种即时的实施场合的参与 然后在心里有类似像疫苗中 咨询站的抗体 所有的这些概念都还是一样实用的 我们27岁的时候投入就是 反垃圾邮件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所以目前是神圣乐观的一个情况 那有21位朋友们问说 我也喜欢吃芋头 还蛮喜欢的 芋头加香菜 我觉得是蛮好吃的 那21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郑伟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或者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这很好一个问题 我不自己觉得最满足 或最快乐最有意义的 就是知道说我登出这个世界的时候 很具体的知道说 让这个世界比我登陆的时候好在哪里 就是有什么就是增进这个世界的地方 那我会觉得说 大部分所谓我们提到永续什么的时候 感觉都很抽象 但其实就是每个人每天做一些事情 你的所有的social impact 就是对社会的正向的影响 其实讲穿了就是你那天睡着的时候 可以告诉自己说 那确实今天过去之后 那我的某些想法 或者是某些某些事情 他经过了传播之后 那在明天或者后天 一定会在更多人的手上 有更多新的变形 然后让大家又过得更好吧 那所以我因为 我是把自己看成思想的载体了 不是思想的拥有者 那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我抛弃著作建议肖像圈 所以对我来讲 我只要在某一天里面 成功的把就是某个想法 从我自己脑里传递到平均1.1个 或更多的人的脑里 增加他的二级 那然后这个idea was spreading 它未来也会继续再 被分享下去的话 那我就觉得我功德圆满了 就是可以瞑目了 怎样 所以其实我对我自己 就是在单位时间里面 要做到什么要求 是很低的 但是那是因为我觉得说 我不会像说等到我死后75年 你才能够开始改变我的作品 我一直觉得著作全卡 这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而是说随时不管想到什么 或者看到什么觉得不错 那你就直接拿去啊 混搭共创 甚至你说是你自己的作品 我都不会怎么样 那希望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需要一个朋友们问说 今天的晚餐要吃什么 那因为我早餐和午餐都吃了 蛋白质跟碳水花和五根脂脂 那今天晚餐应该也就是 吃这三样东西 可能跟各位吃的晚餐 那也都是相同的 那有这个 是班会朋友们问说 研究好难做哦 睡不饱哦 然后心很累哦 那请问政委哦 应该要怎么样子排解哦 呃 我建议就是不要做研究了 对不对 就把研究放下 那因为很难做嘛 对不对 就不要用一些好做的做啊 对不对 研究如果很难做 应用说不定好做一点了 那应用如果也很难做的话 那就追剧吧 那大家还不会这样 就是 总是找好多的事情做嘛 对自己也好一点嘛 然后呢 就是找好多的事情做之后 你就应该就 比较不会那么累 那比较不那么累 应该就可以睡饱 那等到你睡饱 睡到八小时 事实上如果你要 偿还睡眠债的话 你可能要睡九个小时 而且连续睡个两个礼拜左右 那就是就是 大部分的研究都说明 这样子才能清掉 之前就是 惯性睡眠不足的这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 十四天都对自己很好之后 那相信我 你再回来看你的研究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难做 事实上就会变成一件 相当简单的事情 所以就是 攀提来讲嘛 就是 当你在欠 就是睡眠的高利贷的时候 不要再靠 继续熬夜这样子 因为那个循环利率 已经高到 你没有复合程度 那无论如何就是 先把那个睡眠债花完 然后其他事情 都会变得比较容易 大概是这样 有各种朋友们问说 那正为一致 让我们提问 那请问您在演讲之前 有没有想好 要跟我们说什么 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并没有想好 要说什么 但是我有想好 要怎么说 就是 这个态度是说 如果有人按赞的话 那我不可以 调过任何问题 那然后我也不可以去 好像不正面的 去回答任何问题 那就是包含 要我讲一个小话的 那种问题 都要很 就是诚恳的去面对 那所以我其实 大部分人家前的准备工作 是让自己进入这样子一个 就是心无疼无 别的什么都不想 然后可以 极为极大的这个状态 那只要在这个状态里面 反正我想到什么 都想想什么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 我不准备简报 有的时候 凡人确实让大家 一开始比较难提问题 因为不知道 提什么问题比较对 那有的时候 我也会就是做 一个暗装的事情 就是我会发现 没有几个人留言 那我就自己来提问题 所以也很诚实的跟大家说 刚刚那个数位转型有什么意义的 那个是我自己提的 因为我当时 就是觉得 稍微字幕在上面 只有一个问题 什么 不是很热络 所以我就在 来这边的车上 我就自己提那个问题 后来果然 提问题的就比较多 所以有的时候 也会稍微自问自答一下 不过一旦就是真的开始 就是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 或实际上台的时候 那当然我又不是真的 能够脑破打字 是没有办法 就是自己按赞 或自己买安装 这个情况 但是大概就是 事前去收集演讲的问题 如果觉得不踊跃的话 就放一些安装的问题 但除此之外 并没有特别说 想要做什么 那有个朋友追问 说这个苏院长跟蔡总统 缺点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我没有正面的回答 那当然是因为这次的提问 它是Creative Commons 就是有录影 然后也会放到网络上面 所以我如果是正面回答 这个问题的话 那立刻就上新闻了 对不对 但是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我当然可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但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而上新闻 那是造成就是整个团队的负担 并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刚刚就是很简单的说 就是我当然不会跟你说 但是也是很正面的 考虑过 如果跟你说的话 会怎么样 然后不跟你说的话 会怎么样 然后才做出来这个决定 所以希望有 还是让人觉得 是比较诚恳的在说 是考虑过的 才回答的 那回到这个题目 说这个 郑伟跟陈时中是不是好朋友 这个不是问我 他的缺点是什么 这还不错 那你们真是有私底下 那是什么互动的 我跟其他朋友 没有什么私底下的互动 然后好像只有在 就是我们都就是心意大楼 就是在工业区隔壁的那边 住在他附近 然后 我有去附近 然后吃火锅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好像看到他 但是我也不确定 是不是他 所以跟你说是 你看这个程度是 完全没有任何私交的这个情况 对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在这一年多来就是帮助他 做这些疫情方面的系统 我自己是学到很多 我觉得他是 蛮大的程度上面 相信就是一般的人 在任何民众在处理 关于防疫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比中央的官员 要懂他实际朋友的情况 就是他是 就是有点像比马龙效应嘛 就是相信每个人都是 成熟的大人的 这样子一种态度 那当然有时候 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不是真的 那如果不是真的 你会看到一些破口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态度 是让台湾 没有所谓的lock down fatigue 就是没有好像 防疫造成的疲劳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把所有人都当作大人看 所以你要 就是照顾好自己 跟旁边的人的身体 那是你的责任 那我们的责任就是 清楚地去回答所有的问题 以及解释目前世界的状况 但是你到底要怎么做 说真的 那是你的事情 那我们不会说好像剥夺掉 你移动的自由 或什么其他的自由 像其他国家那样子的做法 那我觉得目前 so far 看起来就是 相信民众 这件事情 目前看起来还是 还是对的 那这个后来也变成 所谓的台湾模式 这个是我想要跟他在工作上面 学到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有十九位朋友们问说 政委想要利用这两个小时 这个影响你什么 大概没有想要影响你任何事情 我其实就是看到什么 回答什么而已 所以如果说要影响你的话 应该是替这些问题的人 是在影响你才对 也就是你坐你旁边 正在划死太多的那个人 想要影响你才对 因为毕竟我讲出来任何话 都是大家在手上提问的自然结果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反过来想说 你一定用这两个小时 好了 现在剩下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你有没有想要影响旁边的人的事情 或什么弹幕 什么现在在投上去是最后的机会 只剩五分钟 有个社会朋友问说 请问您是不是相信前世今生 当然我刚刚讲的就是 你不管相信什么都有力量 所以就是信仰本身就有力量 那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讲法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讲法 就是说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彼此的 转世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 一般的转世的想法是线性时间 就是说死了之后 就登出之后 那赶快切换一个账号 然后重新登入 但是那个新帐号 它在时间顺序上 会是旧帐号的后面的时间 两个是不重叠的 那但是 所谓是彼此转世的这个想法 是说 没有你切换新帐号之后 你换一个角色登入 但是事实上还是回到 同样的时间线里面 所以可能就是 转世之后 就变成我在观众心帐 然后再听他风讲话 等等各个状况 那我会觉得说 这种想像是 very powerful 因为它让我可以很容易的 进入一个 比较容易设身处地去 从别人的立场来想实行的 这种方式 尤其在 比较大厂的团体动力里面 就想说 对 我们随时可以 转身到别人的状态 那我觉得这个在团体动力 营造上面 就是所谓的rapport 彼此之缘 我觉得是 蛮有帮助的一个想象 那所以如果 你就是给我 确实今天四个字的话 那我现在大概都是想到 就是彼此的转世的 这样子一种想法 好 那有21位朋友 这三分钟说 您在国际 很有很有名 这个 原来很有可以这样用 感谢 谢谢 很有很有名 那 之前您是 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国际也还好 主要是日本 其他地方就普通有名而已 那 我觉得这要分两个部分看 一个是说 很多是拿我来当做一个杠杆 像我之前在日本 之所以会那么有名 是因为日本有很多年轻人 觉得说 应该要 纳入年轻人的意见 在政治的过程当中 不应该说 好像都是投票 也可能投票也很难改变什么 应该要有 就是比较懂数位的 数位达成 而不是就是 你知道当时的那几位 这样子 那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我并不是真正 就是去看我有什么贡献 或怎么样 还是比较像是一个 就是 我外都怎么样的 反观台湾的 那个反观日本 对不对 其实 就是那样子的 对我的名字的使用 我觉得就是一个 好像怎么样 就是interpolation 就是把我的名字召唤出去 好像一个神助派 一样去刺激 他们的那一个 一定要有所行动 设定一个数位厅 行政改革 他真的很有用 因为他们现在都做了 然后引进 这个一百个 这个专业的人士 东京都也签了一个 这个生命说 他们之后 开发的这些 就是公共证刺 相关的软体 都很开放授权 等等 所以这把握当杠杆 真的蛮有用的 但是你问我做了什么 我从头从头 就是改一个 就是日制的 和字体 那个字 人字部的 改成我们的繁体字体 就是古字部的那一个字 我只是去改了 他们东京都的网站上面 的一个字而已 那但是就是那件事情 就被当做杠杆 然后就好像那个 蝴蝶效应一样 涟漪一样 那到现在就变成 东京都的 所有接下来 关于这个公共采购等等 都要改成 就是开源相关的一些 授权 那这样子才能够 确保说这个 可以合法的 让国外的大臣 继续去帮他们去改网站 之类的 反正他们现在有这种说法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一种杠杆的用法 我觉得只要 他最后是有好的结果 那我不会介意 我的名字 我的肖像 对这样的使用 我刚刚讲 我并没有对他主张 专属的权利 这一件事情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说它确实也让 大家比较开始 静下心来 过了一两年 也没有那么在追行 没有那么狂热之后 开始 比较愿意了解台湾 因为尤其比较年纪 长得狗爱的人士 他对台湾的印象 很多都还是停在 现在立法院会打架 现在还是会打架 但是就是 过去的那个年代里面 就是 还没有完全民主化 然后 还是相当的维权 然后甚至 如果年纪再长一点的话 记得都还是戒严的 时代的事情 那因为他们没事 也不会读到 关于台湾的新闻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停在当年的 那个想象里面 所以很多人是知道 说我们就是 对疫情 对虚实操纵 那当然包含这个 就是婚姻评券等等 这些题目开始出来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说 这跟我传统上面想的 那个台湾好像不一样 才不会把台湾跟泰国搞混 这样子 所以说对于这些 国际的朋友来讲 那一开始有一个追星 什么旷热 什么之后 没有多久 他就发现说 那他所在意的这些价值 原来在台湾实现的很不错 在台湾实现还蛮好的 那他就开始愿意说 我拿个就业警卡实际 来台湾体验一下 那去年到今年 大概两三千人吧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不是说因为我的关系 因为他们认同我家境 他们觉得在台湾实现的 更好的关系 也愿意实体的来台湾 那在就是 就是关心台湾 愿意多花时间 看向台湾plus 等等频道的人 那当然就更多了 所以这个其实只是 刚刚我回答地方创生 什么的同一个这个结构 但是不是偏向 跟台湾其他地方的关系 而是台湾跟世界的关系 就是如果就是透过一些 比较创新的 有意思的行动 那一开始只是一个 两个青年 那但是他对于 就是比较大的 那个社群 就是在地方创生的话 其实可能是都市啊 那在国际上面的话 可能是 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 就是国际上面的一些 媒体啊 或者政治人物 那他就觉得说 那我想要更了解 那他 又发现说 那在台湾 因为网路真的是 宽屏是人权嘛 所以他不管想要了解 任何一个地方 那那边都有人 会愿意透过视讯 透过宽屏 然后让他更了解 那个地方的文化 那到某个point 他就会自己来了 就好像最近那几位 法国的 立陶宛的 这个捷克德希拉的 这些往往的音乐一样 那我觉得 这个对于外交 我想还是有帮助了 那也很鼓励大家 不管是要做地方创生 还是要做公众外交 也可以多想一想 就是 不一定什么都要自己做 或者完全所有反应 比较有的时候 一个好的民音 或者甚至是 一个派坏了的民音 都可以有蛮大的 这个文化影响力 那今天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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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